哈喽大家好 现在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 我今天一天困扰的就是我这个 本来是不想发视频了 因为也没什么可拍的 但突然间发现 我这个头发掉的特别的厉害 你没看到就是露的白的比较多 原来根本不会这样 原来短发头发很多的 现在是一洗澡一洗头 然后就是今天下午 我在家里面洗了一个洗澡 然后那头发就是掉了好多 反正我都是有点害怕 不知道是要怎么办 你们有没有什么偏翻 或者是什么秘翻告诉我一下 我实在是不能忍受这个头发 一直像这种掉 好像我的朋友他们是掉还出着 但是我的好像只掉不出一样 因为我扎起来 这里都是空白的 这里 差不多感觉叫秃顶一样 我在想我这个头发掉的这么厉害 是不是药吃多了 就是各种药 还是因为我跟心情有关系 因为原来根本不会像这种 原来头发是很多的 现在就是每天一洗头 因为我每天都洗头 就是掉好多 感觉这两天掉的更多 你看这里的就是漏白的也非常多 而且发际性也像这种了 我还想了几种可能性 是不是人到了中年都会像这种 但是我的朋友还有我同事 他们比我岁数也还大 但是他们头发都很多 我这个是不是还有因为就是睡眠不好 也会引起掉发 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帮我想一下 我不想让头发这么掉的多 原来我也用过那个什么姜的洗发水 说是制头发的 当时好像没多大的作用 现在又是特别厉害掉头发 我今天晚上又睡不着了 为了我这个头发 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 麻烦告诉我一声 谢谢各位了 我还是要准备睡觉了 因为明天还要早起 最后一天上班 好啦 今天视频就拍到这里 拜拜 下次见